远方亲戚去世了 侯墨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 律师表示 想要继承遗产 必须要满足逝者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去鬼屋住上一晚 侯墨这家伙连神都不信 自然也不会信有鬼 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 然而就在一家人准备收获的时候才发现 这笔遗产只有每人一百块 八载决定去买一百个他口大吃一顿 而丽莎则要把钱捐出去 这两个孩子没一个靠谱的 马基认为应该把钱存进银行 这也是帮孩子们建立正确的理财观 在马基的帮助下 丽莎将钱存成了定期吃利息 而八载则办了一本支票 只要随便写写就能把钱给别人 简直太方便了 小丑阿可是所有孩子们心中的明星 他们都希望能获得他的签名 八载虽然没得到 但也并不气馁 他决定给小丑写一张25美分的支票 这样对方在签收之后 银行就会将签名寄回来 计划完美 然而当八载收到银行的邮件后 却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回事 这支票明明是给小丑阿可的 怎么接收方变成了什么开慢群岛的公司了 银行工作人员解释 这很正常 印章同样是有法律效力的 很多人为了方便都这么做 好像确实不对劲 银行在调查之后联系到了税务局 小丑这么做显然是偷逃税款 这在美国可是很严重的罪行 不过美国政府也很人性 并不会真的把明星抓进监狱 你该拍节目可以继续拍 只是以后的收入要直接划入税务部门 直到偿还所有欠款为止 这简直堪比AK传媒 小丑的大量资产遭到查封 看到自己的东西 被以几十美分的价格拍卖 就悲痛欲绝 好在最后还剩下了一架没人要的飞机 这次的货事因八载而起 八载对此也很自责 自己的偶像可被自己害惨了 妈妈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 然而小丑已经绝望了 他是大明星 不可能像穷人一样去住公寓 像穷人一样去超市里排队买东西 破产的打击让小丑的精神出现问题 深夜驾驶着飞机在小镇上空横冲直撞 小丑竟然遭遇了意外 作为电视上的名人 他的死轰动全震 这样的结果让八载更加自责 精神也变得有些萎靡 似乎小丑就在他的身边 无处不在 接连出现的幻觉让八载很痛苦 可在丽莎宽慰的时候 他突然灵机一动 装载着鱼网的卡车 头晕呕吐的患者 还有抓龙虾的人 这些接连出现的场景 并不是巧合 真相只有一个 八载两人来到码头后 在商店里发现了一张支票 签名下方画着星星 这不是小丑的习惯吗 他不仅就藏在这里 而且还改名换姓了 小丑眼见身份暴露 并不承认 你们是认错人了 不信的话我拿证据 逃跑失败 小丑的身份也暴露了 原来他之前 驾驶飞机横冲直撞 只是假象 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炸死 换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还有人会穷追不舍呢 他现在已经学会 享受海风和阳光 很享受现在的生活了 这些快乐 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眼见小丑已经死些 八载只能用起了激将法 小丑大概是不喜欢 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而且干线 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蓝领工人 他一定是受过了 被人吹捧的虚伪 最终小丑还是被说得动心了 他要夺回属于他的荣耀 不过话说回来 税务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小丑表示不用担心 他为渔民的这个身份 涂了巨额保险 这笔钱足够支付 税务局的罚款了